胡先生最近洗得柜子 这次要反映母婴护理中心的问题 说是孩子在母婴护理中心剃头之后 而背后发现了伤痕 4月27号胡先生的妻儿 入住杭州西西湿地公园内的喜悦阁 母婴护理中心 为期42天总价11万多 我们在小孩子满月的时候 就是在5月25号 然后他们请了这边的理发师 过来给我们小孩理发 胡先生说在理发时 孩子很安静很配合 踢完头后 喜悦阁的护士把孩子抱走 进行统一护理 护士发现孩子耳背上有伤口 在左边耳阔 就是这个耳根上缘部分 伤口是怎么样 伤口是一个一厘米的伤口 就是像那个剃头剃刀 剃到那种伤口吗 对 就是因为在此之前 是没有任何伤口的 胡先生说 当时孩子伤口有肾血 护士对伤口进行了处理 到第二天恢复 他后来了解到 给孩子剃头发的 并不是喜悦阁的工作人员 他质疑其专业性 我们会跟三人打个招呼 怎么说呢 我们有专门对接媒体 对接媒体的 我们会给人家讲一下 然后就会 喜悦阁的工作人员表示 护理中心不方便让记者进去 后来喜悦阁的一位 朱经理打来电话 他表示 当时给胡先生儿子提供的 是一个免费的增值服务 给胡先生儿子理发的 是他们第三方 合作机构的工作人员 来自吉祥宝宝爱英机构 他们和这个机构 已经合作三年 记者联系上 当时给孩子剃头的工作人员 他表示 自己已经从业12年 我们用的都是那种 全日本进口的这种工具 非常安全 都有那种保护头 对 是非常安全的 是我们理完之后的话 会用一个白色的一次性毛巾 给孩子清理那些 头发最搭呀 这些 脸上 都后面 包括脖子上 这些地方都是要擦过的 朱经理表示 在理发前 他会对工具进行消毒 剃完头后 用于擦拭的一次性毛巾上 没有血迹 不过胡先生表示 当时如经理 并没有用毛巾 擦拭宝宝的伤口位置 至于伤口是怎么产生的 喜悦阁的朱经理说 他们无法确认 因为当时的话 就是说 之后马上就叫到了 我们的护士长 和我们当天 值班的精神儿科医生 等到我们十几分钟之后 医生到现场的时候 伤口已经没了 胡先生表示 孩子伤口有出血 他担心伤口会被感染 要求喜悦阁方面承担责任 朱经理表示 他们会把这件事情 合理处理好 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 中文 indicates